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牛小咖 之前一直有很多粉丝朋友让我推荐首摇的磨豆机 其实在咖啡行业一直都不缺好的设计 就比如我今天手上拿的这款 大家都知道 就是首摇磨豆机它针对的一个群体 其实是喜欢喝这种羡慕咖啡的人 然后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咖啡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这类群体目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群体 不过现在都已经9012年了 我们发现喝羡慕咖啡的人逐年增加 尤其是这两年是几乎成倍的增长 这就意味着这种首摇磨豆机的重要性 Manos这款磨豆机估计大家听说的不多 这个磨豆机它拿到了德国的红点的设计大奖 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磨豆机的时候 我是被磨豆机的外观所吸引到的 它这个外观是磨砂质感的 然后整体比较纤细 手拿上去比较舒服 那对于手小的人来说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它都不会太吃力 那这个重量也适中 我称了一下是在510克左右 然后摩托机的上方 它的把手和轴心是这种磁吸的设计 它像是一个吸铁石一样 是可以吸在一起的 然后把手的木柄 这个地方它也是这种磁吸的设计 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直接就可以吸上来 然后下边的这个接粉的这个地方 它这个螺丝还是蛮流畅的 基本上一下就可以拧开 拿下来 拧住 然后最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上边外侧的这个按钮 它设计的很有意思 它解决了 你不需要在摩托机的内部 去调节粗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设计的点 你只需要按着这个按钮 然后顺时针 它是调细 然后逆时针 是调粗 当听到咔咔咔的声音的时候 就说明它已经过了 这个最粗和最细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整个摩托机 它的这个豆仓 就是它能够盛放大概20克的咖啡豆 它基本上能满足自己在家 喝一杯咖啡这样一个量 研磨的时候 整体还是比较轻松的 感觉不重 当然对于我一个男生来操作 就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握感 还是比较舒服的 我这样的一个手型大小 单手刚好能够完全包围 这个摩托机的机身 没有感到特别的吃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研磨的效果 这个摩托机 它宣传说是可以研磨 异色的粗细度的 但是我用下来之后发现 就是它研磨的粗细度 达不到真正的意识的 出品的粗细 研磨的稍微有一点点粗 用专业的这种商用的意识咖啡机 来制作的时候 它流速偏快 脆气不足 稍微有一点点遗憾 但毕竟它是首要摩托机 不过它在制作摩卡壶咖啡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手冲研磨的粗细 它研磨的均匀度 也是比较均匀的 颗粒感大家可以看一下 制作出来的手冲咖啡 它的干净度还是比较高的 OK 总体来说 这个摩托机我使用下来 它是我比较推荐的一款 中等价位的一个摩托机 当然这个价位 它还有一些别的竞品的一些摩托机 如果你没有兴趣 我之后也会和大家来一一来讨论 OK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如果觉得我们做得不错 关注一下 给个赞 OK 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 四他 我们下期再见 琅琅 噢 鱼 Iowa 它那个是这样 它就可以一直转下去 但它这个是转不动的 就是它可能就是每个轴 每个轴的这种 就是摩擦力 摩擦力都不一样 它是磁吸的吗 是磁吸的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轴的 是磁吸的 是磁吸的 口音抱怨 是磁吸的 是磁吸的 就是磁吸的 她不应该結婚了 不是磁吸的 就是磁吸的